地处苗栗山中的铜锣 每到十月底就会飘起白色雪花 美丽的景象令人驻足 然而这里栽种杭白菊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 在七零年代鼎盛时期 这里的种植面积更高达了上百公顷 因此杭白菊成了当地最具特色的农产品 产量也是高居全台第一名 以有机方式种植的杭白菊 采收之后经过干燥加工 成了最上等的菊花茶叶 淡淡的花香味扑鼻而来 不仅如此这里还能品尝到 掺了菊花花瓣的手工铜锣烧 其实杭菊站我们这边已经很久了 那我嫁来这边想说研发我们道地的小点心 然后跟这个行举做搭配这样子 然后所以就研发了我们这个道地铜锣的铜锣烧 以手工制作的铜锣烧过程十分费时 经过搅拌成型 烘焙 入馅 美味铜锣烧就出炉咯 除了铜锣烧 这里还有创意菊花料理 将新鲜菊花入菜 口味十分清香 似乎更能吃出太阳的味道 下次您来到铜锣 千万别忘了 除了欣赏铜锣美景 也要品尝最道地的铜锣风味哦